当黄马高曾经下签下库尔图瓦后,外界对于黄马队中两名世界级门将之间谁会首发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 前两场比赛,洛佩特吉让3000万欧的世界杯金手套亮晒在替补席,一度使得黄马高层很尴尬,外界也一度认为,这也是黄马的暴舔天物。 从西甲前两轮的比赛中,我们可以发现,老将纳瓦斯依然是世界级水准,但是到了第三轮比赛,洛佩特吉安排了库尔图瓦首发,这又让外界难以捉摸,或许受到了黄马高层施压。 洛佩特吉才不得不安排库尔图瓦首发,值得一提的是,黄马多玛核心事实上依然更倾向于支持纳瓦斯首发,替换高清大厨近日。 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消息指出,黄马在计门将首发之争后,新的问题又随着出现,这让新帅洛佩特吉头疼。 在后卫方面,卡瓦哈尔原本主力,但是今下引进奥德里·奥索拉后,这位西班牙后卫开始担忧,因为在此前,无论是哈基米还是达尼洛,都无法撼动卡瓦哈尔的主力。 但是,奥德里·奥索拉让卡瓦哈尔看到了担忧的一面,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首发,在此前,卡瓦哈尔因为受伤,主帅洛佩特吉就派奥德里·奥索拉首发出场过,他的表现得到了大部分队友的认可。 洛佩特吉也希望给予他给多的出场机会,去积累一定的比赛经验,这完全是卡瓦哈尔不愿意看到的,尽管皇马高歌猛进,好取三连胜,但是洛佩特吉环,是要尽快解决更衣式平衡问题,免得球队刚进入佳境,后院就开始着火。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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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